漢森 老師 在想什麼啊 全班同學都到場場去看比賽了 你怎麼一個人坐在這裡 他們看到我會不開心的 他們都很討厭我 為什麼你覺得 他們都很討厭你呢 還不是因為我媽來學校那 都是我媽害的 漢森 老師不覺得 這全然都是你媽媽的 問題喔 好像你轉答也有點誤差吧 為什麼我哪裡有錯 都不是因為她 我才會 你真的覺得 自己一點錯都沒有嗎 我 我有什麼錯 同學他們討厭我 是因為嫉妒我跑得快 我媽是因為她愛衝動 跑來學校煩人 所以我根本就沒有錯 如果你沒有錯 那為什麼 現在你一個人待在這裡呢 好 先不討論對錯的問題 那老師問你 現在的情況 是你所想要的嗎 老師建議 你可以試著 換個角度 來去看那些 你所評論 還有責備的那些同學 你可以試著 站在他們的立場 用他們的眼光 他們的想法 來審視自己 也就是說 把自己 跟那些發生衝突的人 立場兌換 去感受一下 對方的心情是什麼 每個人都把分配好的東西帶 就只有你忘記 不是解釋過了嗎 我有打電話回家 我媽說要去上班 我爸也說沒有辦法幫我送 我已經盡力了 你害我怎樣 要不然你請老師幫我簽假條 我現在就回去哪 現在都已經快要上課了 你現在回去哪 還要急嗎 要不然咧 我說要回去哪 你又說不用 既然如此 那就不是我的問題了 不是你的問題 難道是我們三個的問題嗎 拜託 你生什麼氣啊 當初可是你找我一組的耶 這麼不爽 你幹嘛找我一組 看看自己 是不是也會生氣 你也可以去扮演那個 跟你發生衝突的人 你幹嘛啊 那是我要用的 誰叫你不好好把我還給你的掃把 現在它是我的 這支掃把看起來超好掃的 你給我還哪用的 我不要 你現在怎樣 想不到 我想不到 蔡芳芸給我還哪 我不要 喂 不要再找他們跑來跑去 那是掃除時間的 對啊 你們不要在這邊玩啦 我沒有在玩 可是蔡芳芸常叫我掃把 害我不能掃地 蔡芳芸給我還哪 我不要 我偏要在那 你給我 掃把是我的 你給我 你沒有喜歡給你啊 喔 喂 你不怎樣 大哥你不好意思 走開啦 害我跌倒要有狂套 你體會一下 別人的心情是什麼 這樣子 或許會讓你有不同的想法喔 如果你想明白了 老師隨時等著分享你的感覺 嗯 欸 怎麼這樣不是你的問題啊 不然沒在談到 會是我們三個的問題嗎 我沒有玩 我要掃地 可是裝生才有掃把 裝生你花呆啦 裝生超誇張的 怎麼什麼都你對 怎麼什麼都你對 不要離他遠一點 要是裝生跑步跌倒 被滴滴棒摘到腳 他媽媽一定會找我們算帳的 老師 我想退出 我不想和裝生一起跑大隊接力 漢勝喔 老師 欸 坐下來 我們來聊嘛 你是不是在煩惱 要如何重返大隊接力的事情啊 老師 你怎麼知道 關心學生 本來就是老師應該做的事情啊 而且文惠老師有跟我討論過你的狀況 怎麼樣 還沒有找到解決的方法嗎 不過依照文惠老師的建議 站在別人的立場 用不同的角度重新思考事情 可是 結果 有什麼發現呢 我發現 其實所有的錯都在我身上 不錯喔 懂得反省啊 是邁向成功的第一步 可是 我還沒想到 讓同學重新接納我的方法 不要急 我剛才不是說了嗎 反省是第一步 懂得反省之後啊 還能夠認錯跟改過 其實啊 這些都可以從其他小地方開始做起 嗯 對不起 等等 你幹嘛 對不起 我沒有看你們 你們有沒有受傷 沒有 那我有事我先走了喔 對不起對不起 對啊 好習慣 好 你好 現在啊 就只是要好勝媽媽的問題要解決了 嗯 加油 嗯